这是摄像头 这个数据线是直接连到电脑的 直接连到电脑 这个是绿色的线 然后 收到机器以后要先对这个摄像头进行一个测试 在摄像头下面放上一张纸 有字的 很清楚的 然后 我们来看电脑 打开软件 这个位置是摄像头看到的 这个摄像头是需要调清晰度的 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不清楚的 我们从转件里边看到它是灰色的 我们就需要调摄像头三个螺丝 它是分别是争议曝光 把那个对比度三个螺丝 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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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刚才 刚才的清晰度和现在的清晰度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调这三个螺丝 清晰度调好以后 要测试 软件 软件所控制的机器的运动方向和机器本身的运动方向是不是一致 我们可以从这个屏幕的屏幕上看到它是由红色的十字 分成了四部分 左上左下 右上右下 我点任意一个方向 机器就会向相应的方向去运动 如果方向不对 如果运动的方向不对 可以通过这个界面里边 这四个方向来调节 我看一下 一旦 一旦你改了这个方向 这个箭头 也会变 调好调好它的清晰度以后 我们来换一个不透明的材料 放到摄像头下面 第二步 在这个操作界面里面有分两步 一定要按照这个流程来走 首先 第一步是切个圆 这个圆的尺寸是个十毫米 我们直接点切圆就可以 机器会自动切一个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摄像头会自动到这个圆的位置 切完圆以后到第三个界面 选择圆 直径是十 相似度是80% 然后我们点测试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找到的是一个 用的时间是0.39一秒 D等8.77 刚才我们设定的是10 我们测试出来是8.77 我们可以多测试几遍 然后我们可以取一个中间数 8.769 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二个界面 比例 实际的 实际我们设定的尺寸是10 那我们往下测试的尺寸 在这个位置填上 8.769 然后OK 然后它这个比例 就会自动调整回来 相当于我们是调 X轴和Y轴的驱动的一个 调驱动的一个步骤 原切完以后 我们来进行第二步 切十字定位 十字尝试30毫米 我们直接可以切就可以了 切一 切完了以后我们来看 红色的十字和你切出来的这个十字 要重合 鼠标的滚轴把它放到最大 然后点击右键 点击右键 让它重合 然后我们再由滚住放缩小 你可以看一下 红色的十字 把切出来的这个十字是重合的 然后 确定就可以 这样调试就完成 好 搞死完呢 以后我们正式来切一下材料 软件里面 我们先把弧形倒进来 倒开 图形我们换一样方向 首先 首先你要确定 你倒进来的图的方向 要和 要和你放的图的方向 是一致的 当你不一致的时候 一种是把你的材料调转方向 放的一致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方法 图形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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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或90 然后在软件里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四个脚上都有四个 圆 圆 我们先给其中的一个圆 任意一个圆 定为圆点 设定一个mark点 点S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圆 加了一个圈一个十字 就第一个mark点 定完 定完第一个mark点以后 S后面有个A 自动选择 相同的图形 定义为 定义为mark点 四个脚 四个mark点定完 定完 定完了以后 我们把 把机王头移动到 定义的第一个mark点的位置 我们可以从软件里面看到 这个圆 然后呢 这个圆要在这个滤框里面 有效范围之内 好,我们回到机翼哥见面